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用它来和面 如果你没有也没关系 你用手和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要用冰的牛奶 我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用冰牛奶240克 由于我这个小锅它有秤 所以我就不用晾杯了 我直接倒了 好 炸油条必须用中筋面粉 那么多少呢 是350克 350克中筋面 油条蓬松剂 就叫泡打粉 新人店里也有卖的 但是不太一样 泡打粉 一汤勺10克 那我用小勺2勺 一勺是5克 两勺 10克 好 小苏打是这种 B cup soda 这个Costewalworth都有卖的 1分之1茶勺 好 接下来盐 盐要6克 6克就是一勺 好 一勺盐 还有油 12克 这个就估计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开始和面了 我要把这个调到和面模式 2分钟 好 和面模式 开始了 这面已经和好了 我把它倒在盘子里 倒着一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在盘子里 喷一点点油 手上呢 也抹一点点油 我们把这个面团 稍微整理一下 和出来它是软软的 把它一分为二 分成均匀的两份 这个步骤很关键 搓成一个长 我把它按扁了 按扁了以后 上面喷上油 一定要油封着它 这样它的水分 不会流失 你把它整理一下 好了 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两块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覆盖上保鲜膜 放进冰箱 最好是放一叶 这个面呢 经过一叶的醒发 看起来它也没发多少 我已经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在常温下放了将近一个小时吧 这样把面拿出来 轻轻的一拉 轻轻的把它拉长 不用再揉 千万不要揉面 然后拿擀杖 这样一擀 就把它擀成了 我们需要的厚度 切 好 像这样以后 把梅两个落在一起 两个落在一起 这一步也很关键 把筷子给它压一下 每一个都要把它压在一起 筷子上下抹一点油吧 免得它会粘啊 压好了以后 注意了 头上 一定要用筷子头 再压一下 因为你一旦 丢到锅里以后 它散开了 它就炸不出来 那样的效果了 头上用筷子 再压一下 炸油调的油温 一定要非常的高 这样它才能够瞬间让油条膨胀起来 我们看它现在在冒泡 等到这个小泡泡消失了 现在油锅里头已经没有气泡了 可以开炸了 油已经很热了 我一次丢三根 这是我们要做的是不停的翻动这个油条 不停的翻滚啊 这样它才能够蓬松起来 油很胖啊 好嘞 出锅了啊 面发好了就是这样 丢在锅里头它迅速的膨胀 香香酥脆的大油条就炸好了 看看怎么样 要不要尝一个给你看看 看看里面是不是非常的松软 嗯 真的是当年小时候家乡油条的味道哦 再总结 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冰牛奶 长时间发酵啊 冰箱里发酵 第二个要点 就是 压的时候 两头一定要再压一下 用筷子头把它压一下 这样保证它蓬松 第三呢就是下到油锅里热油 要不停的翻滚 当你掌握了按照我的配方 然后再掌握了这三个要领 你一定也能够做出 焦香酥脆的大油条 来到澳洲啊也四年了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 我的中国心就是我的中国味 我觉得这话是有点道理的 无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 家乡的味道永远是最亲切的 永远是藏在心灵深处的最美好的记忆 好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喜欢快乐姥姥的频道呢 请你订阅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精彩内容了 第二呢 你如果有什么需求 请你在下面的留言里告诉我 然后我会综合大家的需求 做出更多的精彩的节目 第三呢 如果你感觉到好 就分享给你的朋友 反正快乐 美味 健康 都是越分越多哦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See you 谢谢 谢谢